一 二 二 二 加油 加油 一 二 三 一 二 二 叔叔好 我叫男妞 我认识你的军衔 夏氏 在我爸爸的部队里 夏氏可真是少见 我认识你的军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 你挖了一把 是 可以换军装了 手续还能够办好 黑龙也可以换军装了 北龙啊 欢迎来到我们飞虎旅啊 女长好 王兴 是狼牙特战基地 还没有结业的学院 我特意带她回来继续训练 看来确实很优秀 你干脆把她带在身边了 哪军校毕业的 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 学什么专业的 机械工程及自动化 我是国防生 不简单哪 清华大学的高材生 现身国防事业的有志青年 欢迎你啊 谢谢旅长 既然大家来到了我们飞虎旅 那就是一家人了 科技的话我就不多说了 大家都应该了解 我们陆军航空兵部队 组建 谢谢大家 为什么 这个问题 ví 你胖你就喘啊 不好看不是事实吗 你以为我没见过女的吗 这么好看的见过吗 行了 这可是吕布机关 队长 您笑什么 我是感慨啊 这一眨眼这么多年 这么多年过去了 我还想起你刚刚来到我们这儿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还是飞虎团 你小子跟吃错药似的 非要走 我这个参谋长把嘴皮都快磨破了 你就是转不回头 没想到这转来转去 又到我这儿来了 我一直以为 对 我不会再回来的 事事难料啊 我当年就告诉过你 有些事情啊 违必解决不了问题 要勇敢地面对 旅长 他 他们两个怎么样了 谁俩啊 您别调侃我了 您明明就知道 我说的是他们两口子 现在他们已经不是两口子了 怎么 你从来没跟他们俩联系 没有 从来没有联系过 我怕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你呀 你真是让爱情冲昏了头脑 想想看 你们其实还是军校的同学 部队的战友 这情侣关系啊 某种程度上讲 是短暂的 而且 不宜了 不宜了 是否还不宜了 你也不宜了 是否还不宜了 你不宜了 我记得了 我记得了 你不宜了 旅长 他们两个为什么离婚呢 我怎么知道他们为什么离婚呢 你跟姐弟 不合适了吧 他们俩都是我出色的部下 我和郑伟都出面跟他们谈话 你说你们这些毛孩子 什么时候才能长大 谁都不吭声 就是要离婚 我总不能 命令他维持没有生命的婚姻吧 听说你孩子八岁了 对 我到特论部队以后 和单位的女作战参谋 侯月华结婚了 生了一个孩子 不错呀 很幸福啊 来 这次叫你来 你爱人没意见吧 我爱人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